現在在花蓮嘉義跟高雄的旅宿業者說 過去兩個多月 電話都沒響 一片死急 終於這沉寂已久的電話聲響了 他們以為說生意是不是來了 結果後來發現 詢問者多 下定者少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大家都還在觀望 毕竟現在還在三級警戒 要提醒所有的朋友 還是必須要待在家裡頭 非必要 盡量不要外出 但是呢 我們政府 其實在這一波的微解風當中 其實他們也拍放了部分的國旅小包團 這呢 也說是這一次 很多人打電話詢問的主因 但是呢 旅行社方面說 他們的訂單其實也沒有明顯的成長的 至於在台南的部分 台南的飯店業者說呢 過去這幾個月 這訂房真的是慘兮兮 那麼目前到年底的訂房 其實都還是很零星的 短期之間本來大家說 暑假旺季 看到了去年暑假的暴復性出遊 現在這樣的狀況 恐怕不知道等到年底 能不能夠等得到 因為其實呢 很多人等待微解風 但是呢 他們做好的這些準備 現在可能通通要先喊咖 真的還是受制於疫情的影響 在屏東的萬鑾珠角店 一條街這邊 很多業者聽到有可能微解風 趕緊去訂隔板 希望讓步客內用的時候可以用 但現在屏東線一樣逆時鐘 所以這些隔板又只能先收起來了 假日萬欄豬腳街 這家人潮最多顧客點了豬腳 也都只能在櫃台前等著外帶 三級警戒一來店裡的桌子 都拿來堆紙箱雜物 原本期待十三號 微解風能開放內用 但屏東線宣布逆時鐘 隔板都定制好送來了 也只能先隔著 繼續靠著謹慎的三成生意苦撐 而另一家豬腳店更慘 就算疫情趨緩 還是很難判到客人上門 少了八九成 真的是靠貸款 來維持員工的先知 生意只剩一兩成 只能靠外帶宅配 還要貸款支付員工薪水 狀況只能用產字形容 大腸蒜頭跟辣椒 大火熱炒客家菜炒大腸 還有滿滿蜂肉 筍絲豆干的大鍋菜 是屏東內埔熱賣料理 修店快兩個月 終於開業 業者也大嘆生意不如預期 一直在演有沒有 也就到真的 出高方了 至少慢一點 人手點少一點 肉騰騰的乳菜板條 不能內用 生意就差很多 而潮州的燒冷冰 即便南部溫度飆高 外的人潮也零零星星 如果微解封 還可以反桌子的話 我們還是先不要 畢竟疫情還在 業者對微解封不期待 就算業績沒起色 還是防疫優先 期待全國解封讓業績回流 記者張春華評論報導 好 來看到網絡上的 余皓軍刷沒錢不會為旅行 那田園Duck也說希望大家能都乖乖待在家裡頭 因為微解封其實呢是未解封 就是未造的未假的意思 但其實要告訴大家是 現在真的在這一次的暑假 人流以及人潮跟以往都大不相同 當然也會影響到了金流了 因為呢目前還是三級警戒 所以呢本來很多大學生 暑假的時候可以打工來籌措學費或生活費 也許呢也是有人想要提早的規劃他的職業 但目前遇上了史無前例的三級警戒 想要打工賺外快真的是難之又難 111的人力銀行就說了 去年4月到6月底的公讀機會增加了22% 但今年同期則是下滑了15% 這當中呢大部分打工很大一部分的人力需求 來自於餐飲業 那現在你也看到了 因為呢禁止內用政策仍就持續當中 很多限制都還是不開放內用的 所以這一波的人力當然也就無去處了 好講到了人力問題 如果您是全時受雇勞工的話 現在要提醒您可以去申請生活補貼 今天早上10點呢開放申請 那也是有一些條件的 就是你的就業保險投保薪資要有到這個一定的條件 然後5、6月呢你的薪資減少了超過兩成的話 就可以申請1萬元的生活補貼 好要特別提醒您的是 因為資源有限 所以如果你申請的其他項補貼的話 這1萬元恐怕就領不到了 你可能會想問你到底符不符合標準 來畫面上騰 我們這邊有個電話 可以打電話去勞動部或者相關單位 來詢問你到底符不符合資格了 希望大家呢在這一場的疫情當中 都能夠平安度過 暫緩7月的夏季電價現在傳出朝野立委都相挺了 主要原因還是因為三級警戒呢 目前確定會延到7月26號 要知道三級警戒就是非必要你還是不外出的 所以呢大家都關在家裡頭 天氣又這麼熱很多人會開冷氣 那麼大家關心的當然就是了 本來夏季電價是會漲價的 那麼在7月的時候是不是會暫緩實施夏季電價呢 行政院到目前為止對此都還沒有鬆口 台電的方式說要真的是 動漲的話 那麼這有可能會短少了14億的財務收入 但是呢朝野之間你會發現 不論是民進黨的何志偉 國民黨的洪孟凱 又或者是民眾黨的張其路 大家都還是認為應該要暫緩實施 夏季電價必須動漲 最主要的原因呢還是因為考量到所有的民眾 都待在家裡頭用電量一定會提升 那麼立委特別跟台電講了 不用擔心明年會被檢討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今年的狀況 就是不一樣嘛 好我們來看到我們剛剛在線上 幾乎一排都是加一啦 包括了古堡貴啊 中華民國桃園16歲 溫先生張靜才許阿鵬 然後還有誰呢 還有光煎過以及朵拉小胖 謝謝大家呢都回應我們都希望呢能夠延緩電價的 煞季電價的實施 希望政府能夠聽到大家的聲音 這下因為疫情緣故呢 在這個畢業季 很多人是沒有畢業典禮的 結果現在就發現了 台南這間幼兒園的園長發揮創意 是直接把畢業典禮清送到你家 大白天社區傳來麥克風廣播聲 民眾好奇往下探頭 一看才發現原來不是里長廣播 也不是修理門窗 居然是幼稚園的行動畢業典禮 同學好感傷捨不得和老師分開 因為考量到疫情 學校無法辦大型畢業典禮 台南一間幼稚園突發奇想 將娃娃車佈置成畢業典禮舞台 整路趴趴走直接將畢業典禮外送到福 我利用了三天的時間 每一家每一戶到小朋友家去 辦一個小小的儀式 家長看到我們去 其實都非常的感動 娃娃車上的畢業帽 抄襲巾 學長替同學穿上畢業袍 避典道具也少不了 站台不僅通通傳BanBan 就是為了給這些小小同學 最難忘的畢業典禮 影片被PO上網 大批網友感動留言 說原方辦好多場很辛苦 用心讓人感動 場面真的就甘心 即使因為疫情 原有的畢業典禮取消了 但幼稚園突發奇想的用心 卻也讓家長和孩子 留下生命中最特別甜美的回憶 記者吳俊瑋 尤濤台北參訪報導 好 明天開始微解封 大家要提醒大家 是不包括開放幼兒園 這麼一件事的 很多家長說都快要崩潰了 台北市宣布了 7月19號只要接種過疫苗的幼兒園教師 你能夠提出陰性證明就可以復業 但是雙北顯然不同調 新北市長侯友宜說了 說從5月9號一直到7月7號期間 0到6歲的確診人數高達175人 而這段時間 幼兒園的老師雖然說 疫苗施打率已經有達到93%了 但是還需要兩個星期的保護期 所以幼兒園跟托育是不是開放 他們還是必須謹慎面對 至於大家這段時間非常關心 我們的托育我們的幼兒園 要不要開放 其實對新北市來講 從5月9號到7月7號 0到6歲的幼兒的確診人士 高達175人 只要來自於家父的感染 所以對幼兒園托育的開放 我們真的要非常的謹慎 雖然這一段時間 我們幼兒園的老師們 在施打疫苗 已經打到九成三 陸陸續續還在施打當中 不過當施打完成以後 還要兩個禮拜的保護期 所以幼兒園跟托育真正要開放 必須要謹慎的面對 秋風 歹視 歹 k 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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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